超强台风飞烟肆虐日本后 大阪关西机场被烟成孤岛 数千游客被困 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积极与日方协调 安排大巴运送中国旅客 其中也不乏台湾民众 这两天不少亲力滞留事件的台湾旅客现身说法 对比两岸在灾难前的作为 更让台湾民众对台当局的办事不利 推卸责任感到愤怒 台驻日代表谢长廷在脸初发长文解释 却被台网民一边倒打脸无能 据台湾《镜周刊》6日报道 一名滞留机场的台湾旅客向其投诉 中国大陆派出多辆巴士输赞大陆滞留旅客 而台湾外事部门却未伸出援手 为了尽快离开这名游客与丈夫只能带着两个孩子 冒充大陆人上车 而大陆人员虽然听出了他们的台湾口音 却并未查看证件就让他们上车 报道称 许姓女子一家原定于4日返回台湾 但因台风受困机场 她对台媒描述当时的场景 交通运出全面中断 航空公司宣布取消航班后 众人临时抢订旅馆 加上停水、停电、厕所恶臭 商店食物和饮水被抢购一空 场面混乱 随后 基于寻找其身之所的他们遇到了大陆旅客 聊天时得知中国领事馆将派出多辆巴士来接中国籍 旅客 由于找不到任何台湾地区的部门事业援手 许姓女子一家也跟着排队等车 她透露其实大陆工作人员 后来也听出了他们的台湾口音 但并未查看其旅游证件 他们得以顺利搭上巴士离开关西机场 并于6日在东京坐上返台航班 观察者往此前报道 受台风飞烟影响 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自9月4日下午3时期关闭 近3000名旅客被困 日方派出轮渡和巴士运送旅客 但运力有限 机场仍有大批旅客滞留 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消息 关西机场旅客滞留事件发生后 领事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 5日凌晨派出第一批工作组赶赴机场周边 了解被困中国旅客情况 并与日方协调对策方案 在中国领事馆的积极协调下 5日上午11点30 集中转运中国旅客工作开始 截至日本当地时间9月6日凌晨 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协助因台风滞留 中国旅客1044人 包括香港同胞117人 澳门同胞5人和台湾同胞32人 分6批安全撤离关西国际机场 撤离过程中 有人发朋友圈称 滞留旅客中也有一些台湾同胞 询问能不能一起上车 得到的答案是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能上车 台湾游客询问后 便也和大陆游客一样 开始去大巴队伍排队 不过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有在场的台湾旅客在社交网站发帖称 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人要我们自称中国人 这名游客还表示 从此发到现在 我们完全没有收到台湾当局的任何协助 当他致电台湾驻日代表处 寻求帮助时 对方却不耐反反问 请问我能帮你什么 你要住哪里是你们的选择 我要怎么帮你找住宿 消极态度让他先凉了一大半 更令台湾民众沮丧还不止于此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台网民指出 台驻日代表处 官网在台风来期后只有两则消息 除了六日公告的汇款流程和联络咨询 甚至在旅客最需要协助的四日 在官网上公布了停止办公消息 让人抓狂 目前驻日代表处官网 已经找不到这两条公告 灾难面前大陆的积极作为 让台湾民众一边倒地 指责台当局办事不力 台驻日代表 谢长廷六日晚在社交网站发长文进行解释 称愿意承受大家的愤怒 他表示驻大阪和北海道两办事处为此忙的晕头转向 尤其北海道对外交通中断 加上大停电 有六七百位台湾旅客仍然滞留 身上没钱 没水 手机没电 各种状况都有 台外事部门派驻北海道人员仅两名 据报穷于应付 今天一直想办法派人突破困境去支持 也是焦头烂额 至于关系机场滞留的台湾民众打电话到大阪办事处 遭受冷言冷遇一事 谢长廷说 这点真的不应该 台外事部门即表示要查处 不过 自我检讨的同时 谢长廷也不忘质疑中国大陆 称传言说台湾人 偷偷去搭他们的车 还要表明自己是中国人 让网民羞愤 有人趁此宣传感觉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骄傲的事情 自己也因此被骂 他还要台湾民众冷静地想一想 大陆运送旅客的行为是否可行 试图带一波节奏 让人认为旅客是由日方安排离开机场的 不过在贴文下方的评论中 台湾民众却根本无法冷静 他们指责谢长廷及驻日代表处无能 戏称其位驻日代表 认为找中国大使馆肯定比找驻日代表还有用 有人质疑台当局 说的一堆困难理由在大陆使馆为何都不会发生 对谢长廷证明中国人的言论 网民也是不买账的 抹黑说是中国人才能上车 不就人嘴炮一堆 更有亲历者打脸谢长廷 指出大陆方面未派的车进入关西机场 但要求日方安排车辆将中国游客送出机场 该网民还指出 大陆人员没有人问他们是哪里人 第一想法是安排旅客出机场 由于他当时带着孩子 工作人员还提出帮其搬行礼 让他能照顾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